嗨,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2023年11月29號 寶可夢參加 永鋒大戶之夜 心得分享來了 有錢的那個感覺 至少我覺得 他們這次現場進出的 的氣氛是這個樣子 那入座之後呢 就是吳宜佩 就是甜心女主持人就出來 那當然就是簡單的 就是帶了一下 就是來現場的貴賓 永鋒的高官 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 今天呢,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參加一個活動的 這個會後心得 這就是永鋒大戶 推出來的這個大戶之夜 這個大戶之夜呢 2023年的下半場 是選擇文華東方酒店 然後他的Ben Cotto 意大利餐廳 來做活動舉辦的部分 那因為他是五星飯店 尤其是文華東方 其實是算蠻高檔的 所以呢,他的菜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他的環境也非常的好 就是說他的這個服務人員啊 服務生的品質之類的 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這次為什麼永鋒 他要在這個地方 舉辦這個大戶之夜呢 我覺得是這個蠻有意思的 因為他上一檔呢 是在2023年的6月份 舉辦一場大戶之夜 等於是上半年的時候 他在這個南山微風 他上面有一個高樓層的景觀餐廳 叫做Vero Run 他在裡面舉辦的話呢 跟今年就是下半年的 這一場比起來呢 其實差蠻多的 因為他雖然說 這個在Vero Run那邊 所做的是一個 算是蠻高檔的了 因為他那個一套餐 可能也是兩三千塊錢的 但是呢 他們的試酒師呢 非常的辣慘 就是請他出來面對大家 然後來介紹這一支酒 他到底是什麼味道 然後怎麼配 配什麼煮菜來吃好吃 他講話會抖耶 那個酒拿著 就是這樣一直發抖 就覺得說他那個酒瓶 隨時都要掉下來你知道 因為這些試酒師呢 他可能經驗沒有很豐富 所以他可以對一桌的客人 兩個人或三個人講OK 但是他沒有辦法一次 對60個人講 那個等於是上台講課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等級是有差的 那這一次呢 他們在Bangadol一代一餐廳 所舉辦的這個活動呢 他有特別找一個試酒師 那這個試酒師呢 他其實就準備了 很完整的簡報 然後跟你講 我們這次要喝的酒 是有哪四瓶 他不是在同影片前面講 而是在下面就是 隨便走來走去 我覺得是蠻有親和力 而且完全不會去害羞 或者是緊張 這個才是真正的專業 所以這一次在這個文化東方 Bangadol意大利餐廳用餐的心得呢 跟我用美國印童錢賬白金卡 去其他的五星飯店吃 兩人五折 品質是一樣的 甚至還更好 所以這一次呢 我覺得永豐真的是下足不少銀兩 把各種方面都把它弄起來 比如說通常一進餐廳 那個門一打開 可能就是有一些位置的部分 但他們把它區隔成兩個部分 就是場外區跟場內區 那場外區呢 它就變成了有點類似像嘉年華的感覺 有很多的那個酒水跟零食 然後呢 它也有一個相分區的體驗區 那是他們未來要跟 永豐大戶合作的廠商 他把它請來了 好像是在那個什麼 Diamond Tower 就是即將開業的那個什麼 鑽石Tower那邊的一個商家啦 這個是來自台灣的相分品牌 叫做Trapdom TRVDON 它的這個文箱活動 它大概有12到13種不同的相分 那你文完之後呢 它最後會給你一個小小的試用包 其實是蠻精緻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些東西都是投這些 中高資產階級喜好的 他們可能就是 你也知道吃飽喝足 就是沒事幹 就會往這個心靈上面的層次 去追求更多的東西 所以永豐大戶 他送的東西就會 跟其他的出位帳戶不一樣 他們送的是什麼 就是AVEDA的一些 洗臉洗髮的一些用品 然後呢 也跟這個什麼愛馬仕合作 然後現在又跟這個相分品牌合作 其實你就會知道說 他們主打的那個style 是不一樣的 就是品味人生 其實跟美國運通 那一套有點接近 但是呢 他又不需要走到 就是美國運通 那麼有錢的那個感覺 至少我覺得 他們這一次這個現場 進出的氣氛是這個樣子 那入座之後呢 就是吳宜佩 就是甜心女主持人就出來 那當然就是簡單的 就是帶了一下 就是來現場的貴賓 永豐的高官 他們通通都出來 就是拍手拍一輪之後 然後再來就是 幾個現場的KOL 那KOL就只有找誰 找黃小梅跟找我 就這樣 沒有找其他人了 他們就覺得說 其實後來啊 他們想要經營的方向不是廣 而是要很深入的 所以他後來就選擇說 可能只找寶可夢 然後呢 年度代理人就是黃小梅 然後就是兩位KOL就夠了 那其他的 他們就沒有做這種 很深度的合作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 來到了這個吃飯的 這個環節 我覺得他們也是蠻用心的 因為畢竟五星飯店的餐廳 當然都不一樣 所以他就 你在外面可以吃些小點心 然後進來之後呢 他的每一道菜都有搭配酒 一開始可能就是白酒 配的是開胃菜 那我的話就是 起司乳肉跟一些 這個青菜的部分 就是那個沙拉 那他們這次比較特別的是說 他們做的是 雙前菜跟雙煮菜 那怕大家都吃不完 所以呢 光是前菜就會上兩道 所以我就吃了兩道 就是番茄啊 起司之類的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沙拉 所以這個合起來 其實東西還蠻多的 那再來進入主菜的部分呢 他就是用紅酒來做搭配 一般人吃的可能就是牛肉啊 像這種肉類的部分 那搭配紅酒就非常不錯 那第二道主菜上來 他給的是 寬的這個手工麵條 鼻管寬麵 然後把它切短短的 其實 因為這種手工麵 他有手掌上面的溫度 所以他這個現場 現點線做去做出來 其實都還不錯 這個跟外面的那種 機器式的這個那個麵粉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是 他們對於素食的掌握 可能有點太缺乏想像了 所以他中間 這四道菜裡面有三道菜 全部都有松子 我就想說 我是在吃松子特餐嘛 就非常非常的多 好 但是呢 他的東西還是好吃的啊 那松子對我的感覺就是 他會讓你在咀嚼上 有一些不同的 這個口感跟味道 所以算是很有趣 但是一道就可以了 不需要來到三道 來到三道我就會覺得說 他就是前驴技窮 但是呢 也算是好吃啦 所以這點我倒是 讚譽有加 畢竟我每個禮拜都跑去 吃五星飯店 我怎麼可能會吃不出來 這什麼東西 對不對 吃兩年了也都懂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妙的 好 那再來最後呢 就是甜點 他甜點上的是一個甜白酒 那個酒本身就是一個甜點 因為他真的是蠻甜的 很有趣 然後他搭配的是這個 檸檬塔的上面有蛋白霜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那我透過那個金拌 就是知道說 他們其實這每一道菜 都是他們自己試吃過 而且精挑細選的 所以這個是完全完全沒有問題 你以為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就只是從頭吃到尾 然後就是一直上彩 其實不是 他是從頭到尾都有漁性節目在旁邊 比如說 吳怡沛他介紹完這些高官了 然後還有漁會的嘉賓之後呢 他接下來請來就是一個叫做 那個Aquaman的一個 好像是嘻哈歌手 那他唱的是台語 然後就連唱四首歌 然後就是陪伴大家一起吃前菜這樣 真的是蠻妙的 因為我們聽嘻哈 可能都聽英文 或者是聽中文的部分嘛 但他是用台語唱出來 真的是 是蠻有趣的 聽說他好像有得獎吧 我不知道是什麼 是金鐘還是什麼有得獎 對不對 就是一個蠻厲害的人 那對我們來講是蠻特別的 因為通常你在這樣子的一個 義式餐廳裡面 你比較不會去聽到這種台式的rap 所以永鋒他們的確是 畫一些巧思 在做這些小小的橋段 那接下來呢 他們有請周冠南教授 然後還有這個樂居的這個負責人 來跟大家聊聊這個房地產 2024年是不是值得投資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未來的景氣 如果一般人要做這個股票投資的話 到底要怎麼做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有趣的 就是他們都會固定 找市場上面有名的學者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見解 如果你是對這些東西有興趣的 那我覺得你有機會 就應該要想辦法 加入這個大戶的VVIP群組 好 這個群組怎麼加入呢 就是你要跟他往外有很多很多錢 那你就有機會被銀行邀請進去了 不是說你想加入就可以加入 你要放很多很多錢 要買他們的理財商品 那你才有可能成為VVIP 好 那些VVIP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殊的活動 好 這是蠻妙的 他們的名額就只有60個 就沒有再多了 好 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就是你要 你要蠻努力的要往來的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就是 從餐廳進去的左手邊呢 他們有兩個就是很高的 這個透明的櫃子 它裡面放滿了有風大戶周邊商品 他們真的是被銀行業耽誤的精品公司 因為他們研發出來的這些周邊商品 真的都非常的棒 沒有一家銀行可以超越他們了 因為大部分的銀行都是走那種可愛風 然後給的東西就爛爛的 就是都不怎麼樣 對 但是永鋒大戶不一樣 他真的是找這個Aveda做聯名 那當然花了不少錢 那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是他們這些周邊合作廠商的商品 本來就不差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於這個選品選物 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這個真的是蠻特別的 除此之外呢 他們還展示了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大戶的現金回饋金屬卡 我本來就是指紋這個樓梯聲 然後不見人走下來嘛 現在終於讓我在現場看到 我真是嚇呆了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到說 他們在今天就要展出了 因為他們之前只跟我講說 去年就是開始在研發研發 本來想說要第一季上戲 但是也沒有 然後後來第二季第三季 想說那就是年底的嘛 對啊 但是年底呢也沒聽到他們講一個什麼屁出來 所以我想說那大概就是又延宕了 我就不想要再去追究這件事情 因為我當然很想分享 那到了29號當天晚上 我就終於看到 那我完全是超過我的想像 怎麼說 因為一般的金屬卡 我們拿過AE大白 我們拿過中性頂尊無線卡 其實你看你就知道說大概是這樣 金屬卡一定是沉甸甸的 但是它所展現出來的質感 其實還是會有所落差 那這一次永豐大物它的金屬卡的卡面呢 它有兩種不同金屬材質 一個是金色的 然後它是拉斯 就是拉斯紋的 那另外一個呢 它是屬於霧面 但是又有一點這個凹凸的 霧面質感的 這種黑色的鐵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其實我在看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很難看 我覺得應該是不好看的 但是我沒有想到它現場做出來 其實真的很美 然後就是超過我的想像 所以其實我是真的是 蠻開心能夠去介紹這個商品 所以那時候我就第一時間 就是拍了幾張照片 然後做了這個影片的部分 然後分別放在FB跟IG 它的確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廣大的迴響 至少他們內部的人看了 他們是覺得說 啊這下子就是 行政有大時候可以放下來 在第一波這個市場上面的反應 其實是好的 非常非常多人打電話去詢問說 到底怎樣才能夠去申請 好那到底怎樣才能夠申請呢 這個我們會在下一集節目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關於這張卡的一些 點點滴滴跟故事 好那最後最後呢 結束了 然後就離開了嘛 但是他們通常這種活動啊 不會就是只有這樣子 他在離開之前呢 都會給你一個伴手禮 他們給我的伴手禮 真的是就是不計其數 我之前去那個京都伊斯蘭百貨 地下二樓 我去看那些伴手禮專區的時候 我就發現好多品牌 我都好熟悉喔 為什麼 因為都是他們送給我過的 就像那個什麼焦糖 奶油的餅乾啊 然後還有就是 那種夾心餅乾 很好吃那種小小的東西 就是很精緻的 他們其實都買過 然後拿來當作是年節禮而送我 或者是在活動結束的時候 當伴手禮帶回去 我覺得他們都都做到了 所以我是非常相信這家銀行 他們選物選品的這個能力啦 如果你也是喜歡 這一類型的商品 或者是服務的人 那我覺得你應該要 就是加入永豐大戶的行列 開個戶開始存錢 開始買他的理財商品 那你就有機會成為他們的座商品 那麼他們每年 上半年跟下半年 都會舉辦大戶職業 然後找不同的這個講師 跟大家分享心得 其實他們去年有找過我 但是今年我覺得更好 因為他們沒有找我 但是我可以去吃飯 當然因為你知道 要上台演講 那個緊張跟腎上腺素 是會一直存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不會吃飯的 所以再怎麼好吃的食物 跟美酒 對我來講 我都不會去吃 但是呢 這兩次我其實都是 乖乖在下面當聽眾 然後就是吃美食 然後拍照上傳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經驗 也讓我更奠定 就是將來啊 我一定要認真努力的去存錢 然後把所有錢都放在這邊 好好地跟他往來 那麼我未來 不需要 因為我是寶可夢 而被邀請 而是因為我真的是一個 有貢獻的客人 所以他們把我邀請 當作座商品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再覺得說 你可以去 不是因為你是Kerry 不然是怎樣 我跟你講 我也是很認真在存錢 好嗎 我也不要讓他覺得說 每次都是在吃軟飯 什麼之類的 但是對我來講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美好的體驗 至少是其他所有的金融業 銀行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超越他們 可能已經稍微有點難度了 那也提供這個心得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真的 想要一起體驗這樣子的生活 那你就要認真地跟永豐往來 尤其是永豐大戶的部分 那別忘了要填POKEM 開戶才有更多好看喔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 也私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 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